这种试验的日头 若是出门在我 真正会冻不掉 礼拜日国地冠温来到356度 最冠温出现在 新北市的三夹 破40度 通的八地新的地当 也有39度 拜日进行全台湾 好天到几分 过到日后有低渐 累准 各地的高光昌 都可以来到33到35 36度左右 同屋经营跟马厨 也是有32、33度左右 在整个新竹与北地区 都是容易会有 37度以上高温发生 现在在福利兵 东坡海边上 有一个日带性的阶极 起来 起来 晚上发电 做近度红台磨结 经过中央起上市的预设 露山沿道路送道 扫翁百姿海峡 起到南海 欧洲的预设 是这个红台 对台湾的影响 越来越 日本的起上市 预设这个红台 有可能来到台湾 东南部的外海 目前看起来 就是以比较偏向在 菲律宾的东方海面 上面前进之后 然后再往西的分量 这个机会 会是比较偏大一点点 那到礼拜五的时候 随着这个热带系统 逐渐往这个南海的方向 方向去做移动 东南部地区 还有南部地区为主 并且有时候 雨时上 也是比较偏大一点点 在宜兰花园地区 还是会许局部短暂降雨 因为外围团的影响 一直到拜五天气 都不太稳定 任何方面的 大台北地区 东北到行政 的路口 来到旧 实际上 实际上 的系统渐渐渐渐渐渐 但是台湾点滴 极厚大的环境 提心民众 要注意路口的状况 某些日后 要有一个 实际系统 深受机会 发展做方态 这部分 还要继续观察下去 明镜新闻中下部 台湾最好看的 第二新闻 MOD 请收看明镜新闻台